字幕提供 嘿哈囉 柚惠惠 那之前你有提到說 你的一些預算跟用途嘛 是說要一萬塊以下 然後希望最理想的情況下 能夠日本製嘛 然後是適合全家使用的數位相機嘛 那這裡有幾台是可以選的 我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說今天你要講日本製造的話 可能這支可能有很多記錄 有特別強調日本製造 喔 日本製造 那卡西歐他也有在S200上面 有提到說是日本製造這樣的一個宿權 而且針對女生有提到所謂的美肌效果的一個相片 那你現在看到這兩台相機呢 就是我們卡修全新的今年推出的S200跟Z800 那你看到這台的S200因為它超薄只有1.49公分 然後呢拍攝的時候可以到達六倍的超解析變焦際數 讓你可以看得很漂亮 那還有美顏加美景 你可以參考這台 而且它顏色跟外型都非常的時尚 那這台呢我們的Z800是比較可愛一些 比較屬於可愛系女孩喜歡的 它外機殼的顏色是顏色比較飽和一些 那有六個顏色讓你選擇 那兩台的功能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S200這台呢是日本製造 日本原裝進口的 那目前的價錢是非常的實惠 因為日本製造下沙萬元以下 然後這台的薄度呢又可以達到六倍的超解析變焦 所以它的技術上市比較厲害 請問一下這台大概售價多少 目前 看來這台S200啊 今天在展場的特會價格是下沙9990塊錢 那我們還有送你8G記憶卡以及原廠電池 那如果你喜歡比較可愛的Z800的話呢 現場特會價格的話是7000塊以下 六千九百九十元一樣送你8G記憶卡 然後以及原廠電池 如果說你不想要觸控式 因為觸控式螢幕有些人還是有 因為它反應上會有點慢 你還是用按鈕式就好 所以如果你要按鍵式的話 我會建議這台 我會建議這台 因為2.0光圈再加上HS今年主打的夜拍模式 夜拍模式 夜拍模式 像夜拍模式來講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光線部族 黃昏 最明顯就是黃昏 或是室內這兩個 我光線部族 相機它沒有像我們人的眼鏡 會這種調整光線 它沒有辦法 它去針針到我光線部族 就會打閃燈 可是打閃燈幾個情況 第一個 我要拍的背景我拍不到了 第二個 我拍起來顏色偏白 會比較死硬一點 那你如果是調整夜拍模式的話 它幫你把雜訊抑制掉 ISO提高 光圈加大 所以你拍起來 你可以把你的人物 跟我的背景也一樣都很清楚 然後最大的好處是 它不會有雜訊 我們早期 ISO調高 雜訊可能會 就是出現 照片上面會有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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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就是所謂的雜訊 它幫你把那個一粒的 全部統統抑制掉了 讓你的拍照出來 你的ISO1200 等於我們一般拍的400 這它的好處 所以 以您的需求的話 我會建議說 這台OK 因為它超出您的預算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那個一點是OK 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它的價格 你也順便提一下 以它這台來講 它目前的價錢 它的價錢 我們整場價就是10990 然後再送你一張八局的記憶卡 自己本身有比較屬於哪一台嗎 我覺得蠻屬於Canon那一台的 就是 剛才講的紅色那一台 對對對 紅色那一台 那可以簡單講一下你的感覺 原因 感覺應該是因為 因為我雖然很要求價錢 一萬塊以內 可是它剛剛好 就是只有多一點點 所以我也覺得無所謂 它也有基本的一些模式 然後也有我需要的 其實是我覺得它有一些地方 可以讓我玩 就有一些地方是 可以調來調去 對 然後它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它的顏色 拍得很漂亮 我很喜歡它的顏色 嗯 那這樣之後 我們現在就去那個攤位 看看能不能再殺殺價 好好OK 走吧 走 走